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669回 这个时候韩丽才发现那花天旗和那只白毛狮雄竟在一冲剑魔器中后 默然化为了一白一绿两只大手 分别朝空中的黑风旗所画的乌莽和银色巨帘抓去 而那慕夫人呢却被她的师妹死死的缠住 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分毫 看到此景啊 韩丽抿了抿嘴唇 竟然眉头一皱的身形未动 咱另一边去搜搜两道顿光射出 竟是林音平和徐大仙师所寄辅的灵犀孔穴破空射出 目标呢同样是空中的两只灵宝 倒是归零啊 此刻目光斜撇了一下韩丽 略微犹豫了一下并没有参加争夺 空中灵光乱放啊 各种轰鸣之声交织闪烁不停 刚刚还联手共同对付古魔的一干人腰 眨眼之间呢就喂了两只灵宝 大大出手了呀 韩丽目光却落在了祭坛之上 望了几眼仿佛被禁魔魂困束的死死的巨狼 忽然脸色一沉 好袖一抖啊 数十口金色小剑 发出嗡鸣之声 从袖口中击射而出 就在韩丽放出飞剑的同时啊 神石中却在和银月传音着 我若斩下那颗黑色狼手 真可以暂时驱除古魔圣祖僧神 不会搞错了吧 反而弄巧成拙吧 为何那位龙梦没有先去抢占躯体呢 放心吧 既然被禁魔魂控制住了 那说明啊 此魔不但体内的魔器 没有办法挣脱此魂控制 就连魔魂也无法顿出狼手的 只要这魔魂暂时离体 我就有信心再夺回原本的躯体 至于龙梦 它虽然神念强大无比 但是手中可没有掺入了更新的力气啊 主人有如此多掺入更新的飞溅 否则他怎么可以轻易的放弃这种机会 银月飞快的解释着 听了这话 韩丽深深的吸了一口气 不再迟疑了 毕竟这银月是他的气灵 若是能夺回躯体实力大增 他自然千百个愿意 当即啊 两手掐绝 顿时所有的飞溅是齐飞冲天 一阵金光过后 凝聚一体化为了一柄金灿灿的巨溅 单手呢冲巨溅轻轻一点 顿时一阵低沉的雷鸣 巨溅周身都浮现出一层金色的电弧 剑尖处一团银色光芒爆裂开来 一只银色狼手浮现而出 又一闪即逝消失不见 银月竟然以气灵之身直接浮在了巨剑之上 原来还可以增加巨剑的力量 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在一剑斩下黑色狼手之后 就直接顿入狼躯体之中了 法诀一催巨剑一晃 化为了一道金湖 斩尽默契之中啊 所过之处是电光闪烁 黑气都被一坛而溃 击闪之后呢 就到了祭坛上空 对准一动不动的巨狼一展而下 金箭如此惊人的举动 自然让空中正围着两件灵宝 斗成一团的人妖都是一愣啊 那龙猫浮体的花天旗一剑此景先是一惊 随即呢又嘴角一撇的冷笑了起来 他自然不认为 一名区区的原鹰中期的飞剑 真的能够伤到这具银狼肢体分毫 但是此念刚一动 此妖心中就有些不对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一幕 却在下方出现了 因为眼界巨剑气势汹汹的落下 就要结结实实的展在黑色狼手薄锦上的时候 那原本看似无法动弹的巨狼竟然一下子弹跳而起 正好啊避开了见光所到之处 包括行列在内的所有的修饰都目瞪口呆 不好 这魔物刚才是假装的 禁魔环并没有真的能够困住此魔 玄青子一个机灵竟失声的叫出了声 奇妙真人的脸色也是难看至极啊 但是还不死心的急忙两手掐绝 口中并没有发出什么哀嚎之声 反而是四族猛然一彩足下的祭坛 顿时一片漆黑如墨乌光了 以此狼为中心冒出 将巨狼包裹其中 然后仿佛统领一般的一闪而逝 全没入了庞大至极的狼渠之中 瞬时之间呢 银狼原本荧光灿灿的皮毛 一下子由量转暗起来 除了另一只银狼之手之外啊 其他部位都化成了乌黑之色 魔化之躯 他什么时候完成的魔化呀 空中的花天蹄一见此景 脸色刷了一下子苍白无比 满脸难以置信之色 几乎与此同时呢 黑色狼手一扬脖子 口中吐出了一圈圈的黑色波纹出来 此波纹一出口无声无息 仿佛毫无威力的样子 但是狼身上的五个翠环 已被黑波照在其内 灵光即闪之后 竟然寸寸脆裂 化为了乌有 原本一展落空 盘旋回到了上空的金色巨剑 一见此景啊 顿时如见独血一般的 想来路破空而去 巨狼口中一声凄厉的嚎叫 原本已被击散的默契 竟再一次的凝聚方滚起来 一下子将巨剑丝丝的包在其中 妄想能困住此剑的样子 韩丽面色大变 来不及多想单手一催见绝啊 冲着默契中的巨剑 一声大鹤呀 一下子激发出了剑中一小半的辟邪神雷 雷鸣声中的一团金色弧光锁化的巨大雷球 表面是浮现而出 随即发出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 彻底的爆裂开来 无数纤细的电弧飞剑狂闪 这默契啊当即消融溃散消失 陷出了一大半空地出来 稍远一些的默契也变得是千疮百孔 是稀疏异常 被困巨剑 趁此时候呢 化为了一道惊鸿 从残余的默契洞窗而出 转眼之间就到了韩丽身边 辟邪神雷竟然有如此之多 巨狼见到此景 也不禁露出了一丝诧异 深深地望了韩丽一眼 韩丽面无表情 但是心中为之一令 而那些从狼口中攀出的古怪的黑波 纵然厉害 但是速度太慢 并且无法及远 不久呢 就纷纷溃散不见了 这个时候奇妙真人等众修士 大多背后出了一身的冷汗 心中暗叫侥幸啊 这袁煞圣祖化身 真是狡猾无比 明明可以轻易地击碎身上的禁魔环 还故意地装作不知倒地不起 引着他们几个人异常火变 若不是韩丽刚才无意的一击 逼着他现出了原形 他们恐怕为了灵宝 马上就要出现死伤的 到那个时候 剩下的人也肯定是元气大伤 绝对不是磁魔对手的 如今他们互望一眼 马上一轰而散啊 通天灵宝固然珍惜 但谁也没有把握 短时间之内呢 就可以降服他们 自然还是先对付强敌才行啊 就在这个时候 巨狼呢 寒光一闪 狼爪忽然一抬 冲一侧虚空一挥 五道杖许长的爪盲击舍而出 又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迹 马上一声女子的惨叫声传出 其他人一望而去 只见在魔气边缘处 那位穆夫人因为正和她的师妹 纠缠不清 不提防之下呢 竟被忽然出现身旁的爪盲 一下子拦腰斩成竖节 其护身的一块棉布和护体灵光 竟然未能阻挡分毫啊 猿鹰呢 马上从蚕食中是仓皇顿出 一迟疑呢 望了一眼空中的筋缩 苏想要找回宝物在击舍而逃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此女就再也没有办法离开了 夫妻魔气一阵翻滚啊 忽然幻化出一只黑色大手 闪电一般的向此女猿鹰一把捞去 猿鹰大惊 再想瞬移而逃的时候 远处巨狼却猛然的一声吏嚎 嚎声尖利刺耳 原因一听之下呀 体内法力顿时一凝 失去了控制 被那只黑色的大手一把捞住 往回一顿 瞬间呢 就被魔气淹没不见的踪影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T85.com 就小 一睹此景 原本道骨先锋 一只从容的玄青子 竟然刹那之间面色铁青 口中惊怒至极的一声爆喝之后 浑身法力往剑身上狂注而入 同时呢 手上骨剑对准下面是狂啼不止啊 一时之间呢 老道手中的天鹅神剑 竟然幻化出重重剑影 无数道深黄色的剑光 组成一座小山一般的剑山呢 他看着样子好像是非常的吓人 就惊人的就往下压去 竟一副拼命要救出穆夫人原因的样子 见到此景含里一愣啊 但是其他人自然乐得老道 如此拼命的去打头阵 花天奇和狮雄互相看了一眼 一道雪光和一只白色巨手 从两侧一同往下攻击 奇妙真人呢 见老道如此模样 却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顿时想起了一些有关 莫夫人和老道的传闻 脸上不仅出现了一丝古怪之色 但一思量之后 一番手竟然多出了一个 半尺大的小骨出来 这件此骨啊 通体赤红 表面呢 泛出丝丝的红芒 竟仿佛是用烈焰凝聚而成的 刚一现身出来 就让方圆数十丈的空间 瞬间温度狂升 所有处于此骨 微能影响范围之内的 人腰都刹那之间 口干舌燥 犹如炙身火炉之旁一般呢 在刚才抢夺灵宝的争斗中 稍微吃了一些小亏的 灵营萍 一见这火红小骨啊 顿时脸上一惊 徐大仙师寄身的灵犀孔雀 则盘旋在此女的头顶之处 目中铜线惊讶之色 立刻叫道 去鸣鼓 寒厉目光一扫之下 却感到了其中蕴含的 可怕的火灵力 竟然似乎不在那把 三燕扇之下的样子 就让他心中骇然 脑中呢 不由闪出了通天灵宝 纺制品等几个字眼 寒道友 你的辟邪神雷 对这些魔器非常有效 也一起放出攻击过去吧 我用此骨给你们演示一下 这七妙真人呢 单手倾托小骨 却豁然一转身 冲含力默然说道 含力一听此言 瞳孔不禁微微缩小 而就在这个时候 老道一口气释放出的 惊人剑气和下方 再次高涨的魔器 撞在了一起 顿时啊 轰隆隆之声大气 剑光魔器 焦织掺杂 一时之间僵持在那里 花天旗的白色大手 和狮雄的血刃 刚一加入进去 那巨狼一张口 竟喷射出了一道道 乌黑光柱 轻轻地抵住了 这两者的攻击 不光如此 通体变成乌黑的巨狼 还猛然地一甩头 再从口中喷出了两团黑乎乎的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刚一落地 立刻在魔器中一个打滚啊 幻化成两只鹰手人身的怪物出来 这两个怪物啊 看似是年轻男子的模样 除了生有一对乌黑的鹰翅 鼻子上长有一个鹰钩鼻子之外呢 手中还持着一把黑乎乎的大刀 双翅一盏之下 竟然直奔远处 把石柱击毁了大腕的银翅叶叉 和狮禽兽而去 尚未接近二腰啊 这两个魔物就手中黑光一闪啊 那是一把黑刀 顿时一连串击黑刀芒 直奔二腰击射而去 二腰一剑 两个仿佛魔器凝聚成的魔物攻来 也是吃了一惊啊 银翅叶叉不加思索的 身形一晃 瞬间随风消失 狮禽兽则凶性大蛙的掉转身子 口中轰隆隆之声传出 一道金波 击向其中一只魔物而去 那只魔物啊 只是举起手中大刀 略意阻挡 就立刻被金色波浪淹没进其中 躯体寸寸碎裂开来 重新的化为了淡淡的魔器 而另一只魔物则手中一挥 才放出了一道持许大的刀芒 银翅叶叉身形就诡异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食指一弹 食道灰蒙蒙的煞魂丝击舍而出 瞬间洞穿这魔物身躯 将其撕成了粉碎 如此轻易的灭杀掉两个妖物 这银翅叶叉却又盯着眼前的魔器 眉头一皱却现出了凝重之色 显然啊 此妖也不相显 就这样真的能解决了这两只魔物 果然眼前魔器一阵翻滚涌动 黑光闪动之间呢 就重新凝聚成刚才那两只魔物出来 这两只魔物一现行出来 一只呢立刻狠狠突来 同时口一张 一股股魔器直奔银翅叶叉袭来啊 银翅叶叉眉头一皱 单手一抬啊 这煞魂丝再次弹射而出 和黑器一时间纠缠到了一起 另外那只魔物却身形一变 竟化为了一只杖许大的巨鹰 一下子窃进了狮禽兽身边 一对乌黑利爪和铁钩般的尖嘴对齐后 竟直接展开了肉搏 顿时两只巨禽之间 黑子两色淋雨啊 是纷纷散落而下 狮禽兽明显大战上风 但黑色巨鹰 无论身受多重的伤害 周身黑光流转之下 就会立即恢复正常 竟仿佛不死之身一般呢 银翅叶叉这边呢 也是同样的情形 无论煞魂丝机会魔物多少次 都在眨眼之间 重新的凝聚现行 显然啊 这两只魔物是某种类似身外化身的东西 若是主体不灭 并有充沛的魔器支持的话 它根本就是不灭之身 怪不得那元煞圣祖分神 用他们来缠住二妖了 显然不能指望魔物击败他们 只要缠住二妖 无法再去破坏石柱 这就可以了 银翅叶叉呢 同样心知肚明啊 但这两个魔物虽然防御极差 但偏偏喷吐的魔器 却和那巨狼一般无二 二妖不得不无奈的接力躲避抵挡 还真就没有办法分神其他了 而那根被击毁过半的石柱呢 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就在灵光闪动中自行修补起来 转眼之间被击碎的部分恢复如初 这让银翅叶叉呀是大感郁闷 他没有想到啊 自己的一身的本事竟然连两个化身都打不过 同时他也感觉到如果时间再拖下去的话 这危险可就更近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670回